來 剛剛請你把三個字畫完了沒有 來 我看一下前圖 來 怎麼畫畫看 來 怎麼畫畫看 好 這邊大家一定要學會自己畫 我跟你講 是這樣子 公式的東西 你現在當然會記得 因為最近我們在學 你都在記得 但是可能過了幾個月 過了一年 兩年 不管怎樣 老實講 兩年後我也不會在算物理的 那也不一定啦 再說啦 但是未來你只要 因為這個圖形的東西 對我們來講 比較容易可以記住 所以你只要有那個概念的話 你就很容易去把它記起來 來 為什麼我的課本的圖也不見了呢 來 在這邊 所以剛剛已經有一些東西 都把它畫完了 所以如果是三包的話 就這樣子 來 你先把節點畫出來 這樣子 再來是四包 就把它平分成四份 大概是像這樣 好 那這邊 如果說我這個長度 這個條繩長 我們把它叫做L 同學先告訴我 來 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叫做N等於1 來 第一個這N等於1 這N等於1 來 這叫N等於2 就是老師講的一包 兩包 三包 四包 那你也不要去背說 什麼什麼一包的時候是兩個節點 一個波幅 二的時候是什麼 三個節點 幾個波幅 我覺得土一話說完就很清楚 我跟你講 我們不會很無聊的去考理說 請問一下N等於99的時候 到底幾個波幅 幾個波幅 來這邊呢 來 第一個圖 來 這邊是2分之1波長 第二個圖是 哈囉 幾個 一個嘛 第三個圖是 哈囉 來 幾個 我們不是講過 來 這個這個 波解波解之間是不是就1分之1 所以來 這邊就是兩個2分之1 是不是就1個 好 第三個 所以來這邊是1個 來這邊呢 2分之 是不是2分之3 再來這個是什麼 是不是2個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稍微規律 整理一下 剛剛這個 一個的 來 對不起 來這個一個的 我把它寫說來 它是2分之λ的2倍 來可不可以 好 來到下面這邊 這個的話 我就把它寫成 這也是2分之λ的什麼 3倍 來這邊就是2分之λ的什麼 4倍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 當我要形成助波 來 我們從這邊 就可以很明顯的發現是 來 它的神長 剛好是半波長的 來什麼倍 半波長的 1倍 2倍 3倍 4倍 所以來這叫什麼倍 是不是整數倍 哈囉 是不是 好 所以我們現在 那這個的關鍵是因為它兩端是節點 所以這邊第一個 我們直接寫了 A 主波的波長跟弦長L的關係 我比較喜歡寫L等於這樣子 來課本是寫成N成這樣 那其中這個N就是1 2 3 1的話我們就講一包兩包三包這樣子 這是整數 好 但對我們來講 來 我們這個當然要記住 來 這就是它的條件 來 這就是行程的條件 那從這邊同時 我們稍微移向一下 每一個地方 行程不同的幾包的時候 來 它的波長也不一樣 它的波長剛好是2L 來交叉相乘之後 來就是除以N 好 這裡面已經暗示你 請問一下任意的波長 要形成鑄波的時候 如果有一條繩子長度固定 要形成鑄波的時候 來請問一下波長可以隨便嗎 不行 來 波長就是2L除以1 2L除以2 2L除以3 對不對 這種東西已經有一點 你有沒有覺得已經有一點量子化的概念 量子化的概念 就是說請問一下它有沒有任意的東西存在 你們對那個量子化有沒有概念 我問你 量子化一定要是1 2 3上 1 2 3上上去嗎 我問你一下 如果有個東西來 它是0.1倍 0.2倍 0.3倍 來 這叫不叫量子化 等一下 算 我們所謂量子化 並不是說1 2 3 甚至我配1 4 9也可以 甚至0.1 0.3 0.5 來 只要是跳著的 不是連續的都叫做什麼 量子化 來 這邊已經暗示你 來要形成鑄波 來 對不起 來 這個波長 可不可以隨隨便便 不行 來 是不是就是有一些特別的波長 來 這已經有量子化 所以來 這個波長 有時候我們會在下面加一個N N 代表只有 只有這些波長它才可以存在 好 但是 我們眼睛常常看到 或是說我們在示範的時候 我們比較喜歡講的是頻率 好 那既然Lambda已經有點量子化 就是它只能夠在一些固定的存在 好 頻率當然也是要加N 好 來 對不起 有的波長怎麼算頻率 很簡單 波數再除以什麼 波 哈囉 是不是波長 好 那你就會發現 來 把這2L除以N之後 來 這個 鑄波的頻率 來 剛好等於N 乘以V除以2L L的整數倍 V除以2L的整數倍 V除以2L的整數倍 好 除了這樣子之外 我們另外還有一些討論方式 來 大家可以發現 這裡面 第一個圖 就代表我可以形成的波長裡面 來 這是最怎樣的波長 最大還是最小 N等1的時候 來 所有的柱波裡面 來最 波長是最大 那請問叫波長最大 代表這邊產生的頻率最 最小 最小 所以所有的波長裡面 來 這最小 而且是N等1的時候 好 所以來這邊你可以 我看你要繼續寫下去 還是翻過來都可以 來這邊翻過來第四個 我把编号D 驻波最长的波长 来等一下 这个应该看出来了 这个最长的波长 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那这时候L是等于2分之λ 所以反过来λ就等于什么 2L是不是 好那这个最长波长 对应的是最低的频率 最低的频率 好这个最低的频率 我把它叫F1 来 F1就是等于V除以λ λ就是2L 所以要形成铸波 频率最少最少是这样 那这个最低最低的频率 在我们到音乐的时候 因为我们未来就会讲到 有些音乐上面会讲到这边 跟祝波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等一下 为什么要自己放出来的东西 那个我们刚刚跟大家讲 祝波有一个很重要应用 那是在原子结构 可是祝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更重要的关系 其实是在音乐 很多的乐器都用到 跟祝波相关的地方 好那这个频率 在音乐上面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形容 它叫做基频 哈啰 有没有听过 以前有没有听过基频 或者叫基因 有吗 没听过 那请问一下频率比较高的叫做 最低的频率叫做 最低的叫基频或叫基因 啊这高一点的 范音 有听过吗 哪边听过范音基因 好 没关系 我们慢慢再跟大家讲 好那其他的频率 如果你知道基因的话 是基频的话是这样子 那其他不是吉他 好其他 好其他的 好其他驻波的频率 来请问一下 就是基频的几倍 对整数倍 所以Fn你可以把它卸成 n乘以F1 n乘以F1 其中F1就是V除以2 所以我们最后这个结论 其实是最简单的 就告诉你说 哦原来一条绳子长度 如果是L 那么他可以形成最低最低的因 最低最低的因 是这个弗形 一包的弗形 然后他的频率是V除以2 然后其他的 必须是他的整数倍 一倍 两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那其他的这个两倍以上的 n大于2以上的 大于等于2的 我们把它叫做泛因或者泛平 这个先知道一下下 好 我们上一节课 其实我们上的节课有用这个打点计时器示范了 示范的那种 如果另一端是波节的话 其实这个之前我都有拍过照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 来这个先看这个 这个是在实验室里面 如果想要研究的比较好一点点的话 老师刚刚这样的话是用手拉 那我们在实验室里面讲到比较好的话 这边你可能看到 来这边是一个定滑轮 这条绳子 来这边的装置 跟我们刚刚看到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边这个滑轮的右边来 其实悬下去那边就是有挂动物 好 同学告诉我来这挂动物就特用来控制这条绳子的 好 来这个很明显来这是几包 一包好一包再来来这是几包 两包好再来 等一下为什么又不见了 好来再来这一个 好这边是不是就是三包 好那 呃我有拍过这个 来这就是刚刚事败有不太酷 同学有没有看到 来这边就是这边没有去理他 有没有发现来这个 那这图可能不清楚 来你可以看下一张图我把它放大 好咯 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这边 你们有来注意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动这个地方 来这支油端来它是什么 波幅是不是 好所以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一下 好请同学看课本第78页 好下一段这边第二个 好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一端 固定 来一端自由 好那你现在应该很明确的知道 来请问一下自由端一定是波 加油自由端一定是波 负 自由端一定是波负 所以这边第二行来固定端是波节 自由端正伏最大所以来是波负 来这个图我们来学着画一下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 公式当然我们现在会记得 但是最好最好还是学会画 所以我们可以画在旁边 来如果第一个 来因为另外一端是自由端 所以我就用虚线表示好了 所以来第一种情况是这样 来左边是波节右边是波负 是这样 好那一样 来这个神长叫做L 同学立刻告诉我 来这个L刚好等于几个波长 左边波节右边波负 来这样一样是几个波长 四分之一对不对 好这个会比刚刚那个难话一点点 但是自己注意一下 好一样 再来下面这一个 来那个谁怎么已经倒下去了呢 第二种情况 来就是中间多一个波节 可是中间多的那个波节 大家知道不可以画在正中间 对不对 因为这边是波节 来大家知道波节跟波节之间是相差多少 二分之一 然后这个波节跟这边这个是波负 右边这边是波负 对这边是四分之一 所以来你先画 好你把波节位置先标出来 波节应该在三分之二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来会画出来像这样 来第二种情况会变这样 好像一条鱼 刚刚刚稍微画一下这样 这个这样画OK吗 蛤 为什么 因为这一张鱼这样几滴几 我刚刚不是讲这里是二分之一 这边是二分之一 这边是二分之一 都二分之一吗 对吧 蛤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这边你看这边是波节 这边波负嘛 但如果再跨一点点的话 来中间就是要多一个波节啊 这不是一个波节吗 不然你知道我从这边到这边还在跳什么 我这边应该波节是不是应该波负 对吧 所以这边是一个波节 来这个组是不是就是两个波节 两个波节啊 啊这个组就是这样子 这个组有什么问题吗 问问这里到这里几个波长 问问这里几个波长 我们就是2比1 所以这边不是在整条线的三分之一吧 哈啰 有没有问题 好来请问一下这个L 这个L等于几个波长 这边是不是四分之三 好我们把它写成四分之λ乘以3 好 请问第 再下一个 第一个图是一个波节 第二个图 老师现在波节都包含固定端那个波节 第二个图是两个波节 来到第三个图是不是要三个波节 来怎么话会吗 把它怎么分 来大家自己想不见得要看课本答案喔 来这边的话是不是应该这样看 哈啰我们刚刚这里就是把它分成2比1 对不对 是不是 最下面就是分成是不是221 来大家看一下来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会变得大概类似像这样 这样 呃有没有问题 来这个L是几个 回答我 来几个lambda 啊 是不是四分之五 来所以他是四分之lambda的5倍 好再来 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来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来这是四分之lambda的7倍 呃好我来形容一下好了 等于是要没这种形容你可能会比较容易记住 好 根据老师刚刚的讲法你还记得吗 来 老师刚刚在讲这种的时候我说来这叫做几包 一包来这叫做 两包 对不对 来这叫做 三包 好所以来我们现在来看我画的图 来这应该叫做 半包 这叫做 一包半 再来是 两包半 再来 三包半 来这样会画的吗 然后完整的一包的话是 2分之1浪档 那半包是不是就只有4分之浪档 所以我 我从4分之1浪档半包 要看到一包半 那就是 乍上一包 就是4分之浪档再加2分之1浪档 所以是4分之3 然后再来就是 4分之1加2分之1加2分之1 再来就是4分之1加2分之12分之12分之1来是不是就这样子 等一下来这个有没有问题 我们不要去被 就是公司公司自己要知道它是怎么出来的 不是去把死倍 你如果会画这个图然后就去 归纳 好所以我们归纳出来的结果来就是我的神场 如果是4分之1浪档的 1倍3倍5倍7倍接下来是9倍11倍对不对 所以来是什么倍 激素倍 来所以叫激素倍 所以来下面这边 来第1个 来波长浪档跟弦长的关系 L如果等于这样 4分之浪档 他这边用大N 然后来这边要强调就是大N是135 来是激素 好如果是激素倍的时候 来这时候他就会在一个固定一端是固定端一端是自由端的绳上形成铸波 好那这样子你把它交叉相乘 来这个式子交叉相乘把Lambda抽出来 所以他形成了铸波的波长Lambda就是4L除以N 一样 来你这个Lambda 我们刚刚讲过来这个Lambda不是随意的Lambda都可以存在对不对 他配合适当的N所以这个Lambda你可以把它写成LambdaN 这样子加一个N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有点量子化的概念了 就他不是随随便便的 好那我们比较喜欢的还是要下面这个 比较常常讲的还是他的频率 同学就可以找出来他的频率FN 应该等于什么 加油 这边有人Lambda了所以来频率值要什么 V V是不是再除以Lambda就可以了 好那这边就会得到来他适当的频率刚好是等于N乘以V除以4L 好 所以你应该已经知道来他最 最低的G就是那个频率就是G频来就是多少 G频 G频 这是V除以4L 是不是 就是第1个图嘛是不是第1个图 第1个图所以来这边把编号 铸波的最长波长是4L 然后来他的对应到的G频 然后来他的对应到的G频 F1就是V除以4L 所以这边FN 对不对因为我我只是希望让手写的字比较大 好来N要强调下来他是激数 就是 啊 哦 嗯 啊 啊 啊 這個我們到音樂那邊才會講 不過大概可以 想想看 如果同一條繩子 同學想一想 如果同一條繩子 兩端固定 跟一端自由 哪一個機品比較低 哪一個可以發出比較低的音 是不是一端自由 因為我們剛剛講一端自由來開的最低音是什麼 就是V主義 哈囉 答案不在這邊嗎 V主義什麼 是喔 剛剛說兩端固定的話 第一瓶是多少 是V主義2喔 我現在用一個東西給你看 可能很難想像 原來這個就是 祝波 來大家看 來看這裡 請問一下這叫什麼 什麼這叫什麼 來請問一下平常這是什麼 蛤這是減血運動 這不是應該是單白嗎 可是你覺得是單白怪怪的對不對 為什麼怪怪的 等一下 你會覺得這個為什麼跟我們平常示範的這個不太一樣 來 我們平常是這樣嗎 我的原子小金剛呢 我的原子小金剛呢 好來 有沒有 反正你平常知道是這樣對不對 平常知道是單白 那這為什麼會覺得 我這樣不是有這樣動嗎 為什麼 這個很好欸 這個很好 這告訴你什麼事情 這告訴你什麼 這不就是單白嗎 可是它告訴你什麼 你說奇怪 為什麼它長度一直在變 就在告訴你什麼 它每個位置的張力 你不是考過單白的繩子的張力嗎 覺得都已經忘光了 那我們平常是因為你用繩子的話那個線的張力你是不是無法感受 可是當你一旦用這個話是不是就感受出來了 等一下我現在重點不是在講那個 我重點是要告訴你你有沒有發現我這邊也是祝波 單白是不是也是祝波 幾包 是不是半包 所以來 單白的擺槌的位置是不是就是波腹 對不對 等一下對不對 是啊 這不就是我這就是在震動不是嗎 是不是就在震動 這邊不就是固定端 這邊是不是就自由端 這就是半包的嘛 好 所以來這邊就結束了 好 重點來了 不能講重點啦 沒有啦 請問同學你覺得有沒有兩端都是自由端的 兩端都自由端不是太可笑了嗎 姑且到不論有沒有兩端都是自由端 假設有 你很容易可以想來他的條件應該跟什麼一模一樣 是跟兩端都是什麼 固定端是不是一樣 只不過 來他現在兩端應該是什麼 自由端 自由端是什麼 波 所以來注意一下 第一種的是這樣子 對不對 是不是 圖景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原來如果是固定端的話 應該是這樣 你的畫這個看起來好像很熟悉 波節波節 中間是不是一個波腹 如果兩端都是自由端 哈囉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這邊兩端變成波腹 中間是不是要有一個波節 來請問一下這個幾個浪的 2分之1沒錯吧 好來那這是 這個其實就是幾包 對啊這邊半包 這邊半包何曉不是一包 再來呢 再來這一包再來兩包整話 好很簡單 這邊是一個波節 所以 等一下應該在幾個波節 兩個 然後這邊半包這邊一包 對不對 好再來 再來應該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你要繪畫 所以這邊的條件跟 兩端固定的一模一樣 都是半波長的整數倍 所以來他的lambda都是2l除以n 所以來他的頻率也會是n乘以v除以2l 但是大家就覺得很好玩 世界上哪有兩端是自由端的 來國童加油囉 嘿 怎麼樣 兩端都自由端 那不是怎樣 我手一放開怎樣 有沒有 沒有 好 這裡面 我們來研究一下 有一個題目 我們剛剛在講其實都你的直覺就是繩子彈簧 對不對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給大家看是不是肥皂膜 哈囉 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肥皂膜 那曾經有一點指考他出了一個這樣的題目 這個有點難示範 好 請問一下你們 有沒有 有人洗澡喜歡泡浴缸的嗎 你們會不會在 浴缸裡面製造水波 會喔 好 我不知道 來請問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已經越來越不會做這樣 很多現在家裡都做乾濕分離 大家不太會有浴缸了 就是反正直接這個節省時間嘛 好 如果說這是浴缸 來這是浴缸 浴應該是這樣 浴對不對 浴缸如果我有 剛不是缺 好 來這個浴缸如果製造水波 你們覺得水波在兩邊 是波結還是波腹 他是自由端還是固定端 水波 水波他其實你知道嗎 水波基本上是上下洞 所以來他在這邊有沒有阻礙 沒有 其實水缸 浴缸的話 他在兩邊是自由端 浴缸 所以來他會形成的就是這種 知道嗎 這是浴缸 他的兩邊 這有時候人家會問你說水波碰到邊界 不一定要浴缸 假設我現在有水波碰到邊界 因為你不要覺得說那個邊界會阻礙他運動 來其實沒有因為我們這個水波是上下洞對不對 所以他只是沒有傳出去但他基本上來 注意所以浴缸的兩端 好來兩端 其實是自由端 你要限制水不讓他上下洞還真的有一點難 所以來的確有這種題目 的確有這種題目 好我們先把那個課本的東西講完 那剩下我們再來補充 來好了嗎 我們先看這個影片 講了半天還是給你看一下 我這個很難示範但是有人有做的 那個黑板燈 對不起那個第一排同學幫忙 來幫忙灌一下燈 謝謝他們 好謝謝 這他們在研究那種很大的 來一些所以這邊是一個很大的 看起來是浴缸之類的東西 不是浴缸就一個大水缸 你是不是慢慢形成了 有沒有看到有水缸是不是就慢慢傳出去了 可以吧 是不是 往這邊這樣傳過來 但是現在的樣子來看起來形成祝波沒有 快要了對不對 剛開始的時候沒有 來注意喔 剛開始是不是這樣往外傳 但漸漸的來碰到另外一邊 所以我給我反射回去 來注意喔有沒有慢慢的已經快要 變成祝波了 哈囉 是不是快要了 我想要找一個比較清楚一點的 然後在這邊稍微看看一下 好 來大家看這邊的地方 來這邊的地方 來大家看一下 來是不是洞最厲害 是不是 這旁邊就是洞最厲害 我這邊只是隨便要讓大家看 這個要形成這樣子 你看這個水缸要形成這樣 其實還蠻厲害的 好那其他的我就不再去看他了 其他他就大部分也是在示範各式這樣的 各式這樣的這個祝波站而已 燈打開了 好所以剛剛給大家看的就是這部分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看79頁 所以來請問他現在 都有概念了吧 好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2-6 2-6就是老師剛剛給大家看的示範的 長8公尺的均勻 質量0.016公斤 一端 記在固定桌上的起震器 A A就是類似我們的這個 這個打點計時器 另一端經光滑的電滑輪B 懸掛質量4公斤的重物 來這個掛4公斤的重物 剛剛已經暗示大家了 來掛這個東西就可以控制 是深置的什麼 張力 AB之間恰好是5公尺 調整頻率直到AB之間產生3個清楚的駐波波節 來這句話要小心喔 來他不函 不函AB 3個所以大家要會畫 這個是叫做兩端是屬於什麼端 固定端 然後再三個波節所以來大家就畫三個 來三個 等一下三個波節所以來對不起一畫完就知道來吃幾包了 4包 是不是4包 所以來這個的條件就是L等於半波長的來4包 我沒有特別去記公式我就畫圖然後就這樣寫出來來這個式子有沒有問題 L等於半波長的4倍OK嗎 所以第一個來透過第一個的話L是5公尺 然後這邊的話22消掉所以來先找出波長是2.5公尺 好但是他要問的是起動器的頻率 好有了波長還要知道什麼才可以知道頻率 速度來大家背一下來波速 神上播出的功是什麼 根號來什麼 F再除以 μ 是F除以μ 怎樣有什麼問題 好要趕快唸 這樣OK吧 F的話剛剛講過就是右邊的掛的重物 那4公斤要用mg 所以是4乘以9.8 μ的話是限密度 單位長度的質量 那他已經暗示你了在第一行就告訴你來這條繩子0.016公斤 長度8公尺 長度8公尺 好所以來這個μ也可以算F這些都可以算 好那 對不起 這個計算我就不講了 來這計算我去寫他來這算出來是140公尺 每秒 好 有了v有了lambda 所以這個題目跟祝波有相關的就是第一個 他三個波節然後你去畫出來他們的關係 剩下的 什麼v等更號f除以μ跟v等fλ這個都是之前講的 來v算出來是140 那f不知道來lambda的話就是lambda的話就是多少 2.5 所以f就可以算 請問有沒有問題 那當然啊你說如果有一些人 其實我是不喜歡這樣 我看看同學記不記得來請問一下這個叫做四包對不對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 所以這邊的頻率還記不記不記得來剛剛的公司是什麼 n 再乘以 v除以多少 2l 記得嗎 你如果不像我們剛剛這樣一步一步算其實我就覺得下面一步一步算這樣就夠了 那當然你如果說我現在用檢驗然後你 你之後把這件動得很清楚的話 好你可以透過這邊來算 然後當然還是要 那記住來現在這個n是4 n是4 那個我不會去 去叫你說你去背什麼n等於4的時候來他是波節幾個波負幾個 因為我覺得這沒有意義吧 你這土畫出來是不是就知道波節幾個波負幾個了 哈囉OK嗎 好來這一題我們就結束囉 好來看下一題 來範例2-7 如右圖 弦線一端固定 另一端以很輕的小環套在 細長且光滑的棒上來 另一端是這樣就代表是什麼端 自由端 弦線長0.5 泄密度0.02 好來泄密度μ直接給你了 當弦線的張力是200牛頓的時候 200牛頓的時候 想要產生波長最長的鑄坡 好記不記得波長最長鑄坡來長什麼樣子就是幾包 這種是不是應該是半包 廢話吧 來半包就是這樣子 半包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 L就等於 幾個lamb 沒關係因為我們這兩節課才學來慢慢來看來請問他這幾個lamb 四分之一lamb 對不對 好然後l的話是0.5公尺 所以lamb等於2公尺 立刻就算出來 好一樣 一樣來v等於根號f除以μf是200 限密度的話 來這題比剛剛簡單他都直接給你 好這個限密度算出來好像是100的樣子 好所以有了速度有了L 要算頻率 再度利用 v等f lambda去計算 我就不算了 這邊其實在考的都是第一個概念 好你如果有印象的話 以後你可以不要像老師這麼麻煩啊你如果夠熟悉的話 來這題問的是弦線的震動頻率波長最長來問的就是老師剛講的波長最長頻率最 來那叫做什麼頻 我們剛剛講的來基頻還記得嗎 好那請問一下一端固定端來一端自由端的基頻有人記得是什麼 v除以 4L v除以4L 那沒辦法v還是要用根號f除以μ v反正都是用根號f除以μ 那這樣的話也可以直接就代了 我們剛剛是先把浪達求出來這些都可以 請問一下來我們珠波這邊結束了有沒有問題 好那大概也看了很多的你看我們一尾的繩子珠波也給大家看 二尾的那個肥皂膜是不是也給大家看了 然後三尾的話像剛剛那個水波 剛剛那個水波來其實那邊那邊你可以看到他在那邊震動的時候來其實他已經是三尾了 好所以來珠波我們就在這邊結束 把他結束了 把他結束了